1.14岁少年创建的塔罗萨国 Darkin的Montagrosa 1979年12月27日 14岁的米尔沃基少年 罗伯特·本麦迪逊 宣称他的沃斯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命名为塔罗萨国 而他自认国王 尽管他的宣称从未得到任何政府的认同 但塔罗萨国还是被认为是第一个私人国家 鼓舞了许多消防者 麦迪逊是个非常棒的技术通 在1995年就有了自己的网站 目前有222个公民 当然 这个和平的国度自成立以来并非没有内讧 2004年 一个群体从中退出了 不过2012年 国家又复原了 2.位于路透塔海上平台的西兰公国 对人谢巴里叫西兰 这个小小的公国 位于英国大福特郡沿海的一个平台上 平台最初是二战时 英国人用以抵抗德国人而修建的 直到1967年9月2日 前英国皇家海军上校帕迪罗伊贝茨来到这里 在他自成的埃塞克斯广播站 为DVC宣布成立国家 他才成了一个私人国家 据书上说 因为他位于国际水域 所以贝茨称之为西兰 以为海中帝 贝茨建了一套宪法 发布了数千个护照 1978年 贝茨任命的西兰公国首相 亚历山大阿亨巴赫教授 在贝茨古代的时候 发动了政变 不过好在贝茨有个强悍的儿子迈克 最终将他们挫败了 2012年贝茨离世后 贝茨接管了公国王子的职位 但阿亨巴赫的后继者也不示弱 在另一个网站上与之对抗 从第一世界之国 澳大利亚退出来的邦邦加胜 是1976年3月29日 由英皇忠实成员 兼前猴子训练员 Lex Blackson提照的 他不喜欢反对军组织的澳大利亚 于是在四公顷的自家地产上建立了国家 并任命自己为总督 从这个意义上说 澳大利亚还有一小块 效忠英国王室的土地 他还试图在自己家的草莓地里 建立大部列店的巨大模型 可惜因为干旱失败了 1978年 贝茨任命的西兰公国首相 亚历山大阿亨巴赫教授 在贝茨普代的时候 发动了争辩 不过好在被只有个强悍的儿子 迈克 最终将他们脱败了 邦邦家省发行了一系列印着英国皇室的邮票 不过这些邮票可不能用来邮寄东西 最多也就是变成极有爱好者的收藏品 4. 因为官司而被创建的拉多尼亚拿到鸟 1996年6月2日 因为一场关于他艺术的法律纠纷 艺术家拉尔斯维尔克斯干脆在瑞典南部的一个 自然保护区宣布立国 1980年 他在这个只能乘船破厂托巴射才能到的地方 建在了一个70吨的服务雕塑 并命名为Ramis 当官方终于发现时 命令将其拆除 之后便是一年的官司 维尔克斯终审败术后 他就遞见了拉多尼亚国 宣称只用创意做交易 这里居住着一个皇后 一个女王储 还有洛干大使与总理 官方语言仅有两个字 包括语弊 尽管大家并不知道他们是啥意思 任何人都能申请成为拉多尼亚的公民 因为拉多尼亚宣称他的居民是流浪者 5. 阿富林大公国 但个人都肥于拉多尼亚宣称 约翰查尔顿拉奇于20世纪80年代建立了阿富林大公国 他自认为阿富林大公 马沙侯爵 伊诺克伯爵 有罗姆子爵 罗摩神 尽管他从没宣称领土范围 但在大公国的旅品店里却有阿富林皇家银行 要买东西就得把货币换成阿富林硬币 这任澳大利亚政府很鬼火 几次起诉拉奇 花了2200万澳元 约合人民币1亿3000万元 而拉奇只花了175澳元 人民币1021.5亿元 大公国的银币还照样铸造 六 库格尔木格尔共和国 利宝贝康格尔宣告 这个共和国位于下奥地利邦的一个原型房子内 其领导人 德文雷伯格在流放中 1984年 未经同意 他在这个直径为7.68米的园中建了共和国 但奥地利当局将该原型物移到了附近的一个公园里 不过德文雷伯格宣称这是一个主权国 并发行了邮票 为止他被判处住监狱 幸运的是 最后一分钟他得到了奥地利总统的原谅 目前他处于被库格尔木格尔共和国流放的状态 至于库格尔木格尔共和国则仍在普拉特公园内 外面围了一圈铁丝囊 不止是奥地利官方弄的 还是共和国的建者弄的 7.北交道 罗安詹姆里埃兰人 北交道也有巨石镇的复制模型 跟许多私人国家一样 其因都是因为与政府的冲突 未经允许就建立建筑 其地建者为在各位电动车的发明人 企业家迪恩卡门 他宣称这是他自己的国家 并插上了自己的国旗 拥有自己的海军 货币 甚至自己的宋格 宋格则有百老汇导演鲍尔瑞斯所写 这位鲍尔瑞斯是北交道的赵武餐牧师 卡门甚至让朋友老布什总统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8.威斯塔克迪卡大公国 这群达斯要和威斯塔克迪卡 美国人COPCM西片里能创立这个国家 纯粹是因为一个法律漏洞 其地的地理位置实在遥远了 位于南围60度以南 在西京90度至西京150度之间 但智利与新西兰也宣布对该地拥有主权 2001年11月2日是国家成立日 但没有一个国家承认它的主权 特别圣西片里皈依基督教 放弃了王位继承 9.君主国里的君主国 斯特纳伊西亚 英国伦敦时间2008年10月20日 时一 三时有一名名为乔纳森奥斯丁的14岁男孩 在另一个国家的国界上 宣布成立了乔纳伊西亚君主国 男孩任命起父为特里达的 自己则为乔纳森王子 他们声称1933年的蒙特维多公约第一条 与第三条允许他们宣布主权 并创造了一大议会法案 想要参观这个国度的人 只需事先联系即可 10.无处不在丢沃特岛 波特岛其实是存在网络世界中的私人国家 再大陆 探索 走 立马